这个题怎么选呢 同学们 光看选项最后不一样 这两个单词完全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读作 tent 第二个读作 tent tent比较简单 咱们先把它搞定 作为名词就叫帐篷 咱们经常速营野营池 用的就是这个tent 好 举例说明 I'm going to pitch a tent in the wood 我打算要搭起个帐篷 同学们啊 pitch a tent就是搭个帐篷 in the wood就等于在什么 在树林里头 咱看 我们需要一个大点的帐篷来露营 we need to find a bigger tent 好 for the camping trip 针对于我们这个露营的旅行 需要一个tent 而tent的同学们 作为动词叫倾向语 往往会趋向语 往往后面呢 跟的是to 动词不定是 例如 女人往往会比男人长寿 women tend to live longer than man 你看 女类比男的 倾向性上呢 要活得更久一些 他的观点趋向于极端 his views tend towards 这里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 跟那个借词啊 towards叫朝向 the extreme 叫做极端 就是他的观点趋向 朝向极端 就是他的观点 趋向于极端 至此 咱们这个题 你看选什么 让我们有一个什么 野锤在啥的下头同学们 留言区告诉我 这么你没有学非 这些看法 叫做极端 一句话 。